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 世人说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感谢神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 时间为主 生活中也不常有他 那就已然失去了作为圣徒的实质 但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我们思想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第二章 从二三节到三章六节 马可福音二章二三节到三章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恋慕主爱》 作曲 《恋慕主爱》 主恩如明 甘甜无敌 我心与主有何意义 主啊 我愿一生使用 静静跟随你 主啊 我愿持心归 我愿意义 以主的你愿意 神明属你 乱天聪明 救助此爱永无力 主恩如明 甘甜无敌 我心与主永何以 主啊我愿靠慕着你 真心诸华语 主啊我愿先上慰藉 永远活在基督里 上帝书你安爹总理 教主却爱有你 主恩独立干爹努力 我心与主要何以 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第三章六节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法利塞人出去 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可福音第二章 二三节到三章六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 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七节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 经文说道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主耶稣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这句话里头 还有深刻的智慧 我们要仔细思考 神所设立的安息日 不是为了消耗人的体力 是它陷入受伤的危险 也不是为了阻止 作为人的需要 将安息日看为圣日这个诫命 最初的目的 不是为了伤害人 或阻止怜悯的行动 这是法利塞人所忘记的 他们用传统古人的话 掩盖了安息日的真意 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要取消第四条诫命 相反的 他强调 安息日是一项特权 是一件礼物 而不是在这一天 不能做什么的禁令 他表明 在安息日 可以做必须做的工作 和怜悯别人的事 但是 他并没有说基督徒 不需要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愿我们格外留意 将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之事 竭力照着主的吩咐 以纯军的心来遵守 退居旷野 采集玛纳 丰富灵粮 为羊主羊 旷野玛纳 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 人不是为安息日 设立的 这个题目 如果你读旧约圣经 就会发现 安息日的内涵 是渐进增加的 创世纪二章二节 新闻说 到了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西伯来书四章四节 作者说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神歇了创造之功 就安息了 人活着 也要工作 也需要安息 因此 《初爱记记》二十章 九到十一节 经文说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华女神 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不必牲畜 并得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 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 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 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生命记》五章 十四到十五节 有类似的经文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女神 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扑弊 牛驴牲畜 并在那城里 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 都不可做 使你的扑弊 可以和你 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 做过奴仆 耶和华女神 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 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 守安息日 神要人安息 不但主人安息 连扑弊 也可以跟主人 一样安息 以色列人在埃及 做过奴隶 被埃及人 勉强做苦工 圣经说 埃及人 引言的是 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 觉得命苦 以色列人 十四章第三节 经文提到 当耶和华 顺利脱离 愁苦烦恼 病人 勉强你 做的苦工 得享 安息的日子 当六日 劳碌 做完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工作之后 神吩咐我们 第七日 守安息日 是有祂的用意 和目的的 因为可以暂时 脱离愁苦烦恼 让自己的身心 得到调整 尤其是做完了 汗流满面 采得虎口的苦工之后 休息是一件 令人喜悦的事情 不但人需要休息 连同牛驴 牲畜 也得让他们休息 中国礼拜天 公修的制度 一直到什么时候 才开始呢 直到清朝末年 1906年 才开始实行 当时上海 有一份报纸 叫申报 上头 有这样的评论 说 西洋诸国 礼拜天 休息之日 以人生之不可少 而事实时 所宜行者也 因为人需要休息 所以守安息日 是一条 神顾序人 怜悯人的诫命 耶稣说 安息日 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 安息日设立的 因为安息日 是为了适应人的 需要而设立的 所以那些必要的 词汇 救助 医病 排忧解难的工作 自安息日 是可以做的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税 耶稣从脉地经过 门徒行路的时候 因为饿了 就从脉田里 掐了脉碎 用手搓着吃 在别人脉田里 掐脉碎来吃 可以吗 可以的 因为生命记 二十三章二十五节 经文记载 你进了灵社 站着的盒架 可以用手摘碎子 只是不可用镰刀 割取盒架 神允许人 饥饿的时候 可以用手摘碎子吃 但是不可用镰刀去割取 只人道精神 但填主的善意 对人的怜悯故去 不能够被人滥用 生命记二三章二十节 也是一样的精神 经文说 你进了灵社的葡萄园 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 你能吃多少吃多少 但是不可以装在器皿中带走 在生命记二十四章 神还吩咐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 若望下一捆 不可回去再取 你打橄榄树 支上剩下的不可再打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的不可再摘 要留给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神怜爱寄居的 赐给他们衣食 箴言十九章十七节 经文说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生命记十五章第四节 神给了以色列百姓一个奇妙的应许 神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些的命令 就必在那边中间没有穷人了 一个国家社会里没有穷人 是很难的 但留意听神的话 好好的顾虚人 同心互助 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 神就能让我们中间没有穷人 神要我们遵守的每件事情 都要从他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本性去理解 律法 是因为罪而赐下的 是要使人之罪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这句话的应用跟解释 到了法利塞人这里 就走样了 文师和法利塞人把圣经读得管瓜烂熟 但是只读到字句 而没有看出律法里边隐藏了经义 不明白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才是叫人活 对于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这句话的解释 当着古人留下许多遗传 他们随着自己的意思 增添了39条 有关守安息日的条文 包括了 安息日不可以收割 不可以打鼓 不可以做农活 只能走多远的距离等等 他们以为这是捍卫了律法 结果就成了 犹太人所不能背负的众恶 在守安息的事情上 他们远远离开了 神设立安息日的初衷 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为了举手遗传 竟然废了 神爱人 顾虚人怜悯人的诫命 神并没有要人挤压自己正当合理的需要 把自己绑在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这句话上头 当门徒因为饿了 从麦田里掐了麦穗 用手搓着吃 法利塞人看见门徒所做的 就对耶稣说 看哪 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门徒做了什么 是安息日不可做的 如果你问法利塞人 他们会说 用手搓麦穗 就是给麦穗去壳 给麦穗去壳 就等同于打鼓 打鼓等同于做农活 安息日做农活就是犯了诫命了 所以就对耶稣说 看哪 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话句话说 身为夫子 你是怎么教门徒的 请问 安息日是谁设立的 是基督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们因为不明白律法 无知地论断了那位 设立安息日的主 而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 经上记者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大卫因为饥饿 在安息日进了神的殿 吃了除了祭司之外 人都不可吃的 纯舍饼 而且不但自己吃 还可以跟从他的人吃 这事就记载在 萨摩尔记上 二十一章 一到六节 当时大卫 在安息日逃命 走了很远的路 到了会幕所在的罗伯 进了会幕 就吃了安息日 所撤下来的纯舍饼 这饼是圣物 不是他跟从他的人 可以吃的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但是因为没有寻成了饼 他们就把饼给吃了 那么大卫跟随他的人 干犯了律法吗 没有 不是因为他是大卫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 如果他们是藐视圣物 明知不可吃 故意要吃 那就是干犯律法了 但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他们在逃难 是在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 神不算我有罪 救护车在救人的时候 遇到红灯不停 是可以的 这跟故意闯红灯 这种冒失行为是不一样的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人 又是神所高略的君王 而基督是天国的君王 跟随他的门徒 因饥饿 自安息日掐麦穗来吃 当然更可以了 耶稣说 连这个你们也没念过吗 他们当然念过 文士都是熟读圣经的人 但念过是念过 从来没有好好想过 不懂 又以为懂 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结果就成了瞎眼领路的 让错误的传统 成了活人的死信仰 成了重担 保罗说 命令的总规就是爱 律法和宪制 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呢 就是爱神 以及爱人 法利斯人说 安息日无论什么功都不可做 耶稣说 不 但安息日 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祭司不因为安息日 就休息不献祭 安息日祭司 要继续做神 吩咐他该做的事 你说 为什么警察遇到红灯 可以不停 因为他在执行勤务 还有 孩子生下来满了第八天 若是遇到安息日 还是得给他行割礼 耶稣说 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圣经四卷福音书记载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最少有七次 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 有一个人 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 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 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法利塞人出去 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哇 他们心 这样刚硬 主耶稣为他们忧愁 我们再看另外一次 路加福音 十四章一到六节 经文记载 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塞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 在他面前 有一个换水骨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塞人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治好那人 叫他走了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有驴 或有牛 在安息日 掉在井里 不利时 拉他上来呢 他们不能 对答这话 安息日的本意 何等美好 但却成了 漠视人的需要 毫无怜悯的日子 难怪耶稣会说 烦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透过今天的信息 愿主帮助我们摸到 他爱世人的心意 主对我们实在好 写着福音 他要把我们带尽 为我们存留 还未完全实现的 终极的安息 就是在天上 与他同享 他自己的安息 希伯来书四章十节 作者说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至息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息了 他的功一样 在属灵的事上 我们有自己的功要做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因为我们不懈怠 而照着主 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 尽心竭力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想起你 心情滴落的时候 想起你的温柔 你那看不见的手 安慰我 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 是你 是你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 不能度过 想起我 想起你 想起你 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在路 有你陪我 心情积极极又落落 好想潮起你 好想潮起潮落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摩西的律法 是因为人有罪 写在西乃山的石板上 但是你将你的恩典和真理 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感谢你说 我们在你活泼的道上受教 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知道你何等顾念我们 主啊 你不但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 你可顾念我们灵魂的需要 你要我们在基督徒的安息日 就是你所定的主日 一同聚集敬拜你 纪念你 你要对我们说话 说我们带着有你同在的荣光 过好主日之后的每一天 我们感谢你 现在每天的灵修帮助我们 进入你主意的深处 使我们能够把你的道 活泼有效地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 让这活泼的信仰 吸引更多的人 来认识你 跟随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钟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祢祢祢的树的圣光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倘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溪水旁 它是我的零苏星 引导我走一路 竹叶和花是我牧着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一路